第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刚刚做出来侃托向下 应该会有315笔记录 OK 然后如果我希望说不要把全部都放在一起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怎样 我可以把它分开来 所以刚刚有讲到你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名称改成可以叫三重.txt 然后把三重的放进去 再换成其他的 所以底下的话应该会有25个工作表 那要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这个当然其实方法 如果你要了解怎么样去使用OpenPyXL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七个单元有放 只是说这边洋洋洒洒的有很多说明 有没有 那这边前面会有介绍 总共能够处理sale可能超过1000个 那其中的话我是本来推荐是倒数第二个跟第一个 这两个应该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 不过他有一些缺点 哪些缺点就是他XX不能做的 比如说包含这个OpenPyXL 他不能执行.xls 那这什么2003以前的 那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2003了吧 OK 应该有啦少数啦 不然就把它自己转档一下 然后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他只有这个XX 其他都是打勾的 然后Pandals都打勾 但是他有一些部分可能就不太强项了 包含就是插入图片 还有这个样式的调整等等他没有资源 像修改好像没有资源 那其他就是说他的效率 好像这边看得出来 这个OpenPyXL应该效率比较差一点点 有没有 他的时间花的比较冗长 不过我是觉得啦 这个应该是在大量的档案使用上面 会比较慢一些些 可是我是觉得现在问题是 你有没有办法批斥自动化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 所以以后如果你会顾虑到那个 这个速度的部分的话 那你可能再用别的试试看 那底下的话就有一些相关说 我刚刚讲了 其实他本身的话 架构包含就是Application 那这个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当然在VVA里面 就有一个物件叫Application 指的意思 可是在这里的话指的就是OpenPyXL 用它来代替这一个 那底下的话是工作簿 工作表 那其他的话才可以存取范围 列览跟储存格 这个概念基本上有之后 你现在在这个存取Excel就比较 这不是太大问题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到什么 新增工作表 然后把名称更改 所以里面的话 这个我就没那么多时间 底下有一些像开档这些 这个我想你们就自己找一下 那其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是工作表 物件的一些方法 其中的话呢 那这边就有叫Create Suite 有没有 Create Suite的话其实不迷失忆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Create Suite的话就是产生一个工作表 那不就新增工作表 对 没错 就它 另外的话 底下其实还有删除工作表 跟这个还有remove欄 还有什么save等等 OK 这个我想系部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能就自己再查一下 那只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 其实也蛮简单的 如果呢 我要把Create Suite这个功能放的话呢 那应该就是当它这个os.work 它产生一个档名 比如说三重.tse之后的话 那我可能就把程式写在这里吧 那产生一个工作表 所以怎么样产生一个工作表 你可以 Suite等于 后面的话直接加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名称叫做Create Suite 有没有所以Create Suite的话 就直接把它加在这里 那谁Create Suite 就是这个wb 这个物件有没有 才能够去做Create Suite的动作 因为工作部物件 才能够具备有产生工作表的这个方法 OK 你如果工作表物件 它本身不能去开 所以一定是透过工作部物件 去做这件事情 那刮无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好像会提示 它好像会抓到这个Create Suite的方法 有没有 它里面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title title指的就党名 所以如果你要不要加党名 你要嘛 所以跟着讲 你看那个是它的名称 对 它有名称 名称叫什么呢 那我就要叫这个Ois.Wook得到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Lis.E的第几个 对嘛 不会应该 我好像放错位置 应该是中瓜 我没有 i就可以了 不过我好像放错 应该是放下一行才对 所以这个更正一下 应该是放在下一行这里 有没有 当它产生一个 有没有 其实应该放这里才对 等于是放这两行的下面这里 记得一定是放在这个for回圈的里面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只要加入这一行 有没有 透过WB物件产生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再给它一个党名跟副党名 因为Lis.E里面 得到的就是三重.tsd先放 那它就会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续职物件 那这个续职物件的话呢 它其实就指的是哪一个 指的是被产生的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产生的是三重. 有没有 三重.tsd 然后它就会把资料放到这一个里面去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中立怎么办 有没有 它又跑 跑完了之后有没有 全部跑完哦 回到这里之后呢 它这个时候i变成2 那2的话不就是中立.tsd的 所以中立.tsd产生的就是那个新产生的那个工作表 所以它又把资料呢 全部都丢到那个中立.tsd的里面了 那不就是 加一个 放全部 加一个 就跑25次嘛 那不就好像应该就符合我们要的 最后试试看 所以其实 关键的地方就加这一行 好像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像蛮简单的 不难吧 不过最后跑成功才是 我有时候好像一次用成功很难 好像没有错 好 表现应该OK 最后关键 就是再把它打开看看 所以o.tat打开 所以看到结果呢 是不是我们要的 三重.tat 没错 中立.tat 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 应该会有25个工作表 它里面就分别像这样的状态 OK 但是好像马上就有同学 叫出来讲说 老师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完美 为什么 第一个 这有两个问题可以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 就是点TAT要拿掉 你说老师那点TAT要拿掉 其实刚刚有讲过 如果你们刚刚 这个把它先关起来 把它关起来 因为你没有关 它等一下你一跑 它会有一个错误叫Permission 就是权限 为什么 因为你打开不能更新 一定要关掉 你不能打开状态 你要写写不进去 因为它已经被记忆体lock住了 它没办法更新 一定要关掉 OK 这一点可能要突得去 所以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create sheet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得到的是三重点TAT 但是你说老师我只要三重 不要点TAT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它当一个字的第几个字 对 如果你可以想到中瓜糊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就很 应该就是学会了 以后的话 在ecell里面是用mid 在这里是中瓜糊 第四就是它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 就是你要的 所以三重点TXT 总共几个字 三重点 六个字 对 所以是0到5 有没有 那我们要的是第几 01 所以我应该输入多少 0是我要的 所以0 到哪一个 到1要 0跟1都要 所以1的下一个 那就2就OK了 这样就是三重 中立 南投 好像都两个字还好 可是未来 如果不是刚好两个字 那就把它翻了 那以后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要用寻找 寻找点的位置 有没有 寻找点的位置就是它那个2 因为他找的那个位置 那你就是要再去自己去算 目前还好这个问题没发生 如果未来有这个问题 那你要去找点的位置 OK 他就会知道那个点 点的位置比如说0 他会找到1 那你要把那个找到的位置加1 就是他的STOP的位置 OK 不过目前这个还好 他没办法太复杂 好 那这样的话执行看看 记得一定要先把一次 销先关闭 如果没关闭他会出现 Permission的那个L OK 执行一下 看一下没错误 没错误打开看一下 应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空的讯 对要三 三重中立南投 有没有 台北 这个就看起来比较漂亮 所以这个还蛮可以用的 你们回去试试看 因为你们如果 手边有很多类似像这种东西 你想要大量的把它变一个Sail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OK 最后的话你说老师可是最后实在是 有一个地方是想要把它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有空的 没办法 因为我们刚刚流程是先新增再放进去 所以并不会用到第一个 他每一次都会新增一个 OK 这是固定的 那怎么办 其实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删掉算了 删掉的话 你可以用remove 或者我后来查了另外一个语法叫delete 就是呢 你直接 跟他讲 在save之前有没有 跟他讲说 我要删掉 所以删掉的话呢 你除了可以用remove之外 你用delete 然后后面的话呢 加上哪一个 哪一个的话 其实怎么称呼说那个工作表 其实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的上面那一层音是什么 工作簿对不对 工作簿后面只要加中瓜图 那你给他的名称就可以了 名称叫什么 名称这个叫做shit 可是我不确定大小写会不会有差别 所以如果你打第一个字 如果没打大写的话 可能会发生错误 我先把它关掉一下 OK 所以确定他在大写s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理论上 应该就可以把这个给删除了 我再确认一下 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写完的部分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第41页 就是这个 加这一行 加的位置加在这里 然后在中瓜谷这个地方 前两个字 0.2 最后的话就删除那一个 有没有 放的位置记得 你不要放在save的下面 因为你要删一定是在save的上面 你save下面人家 你先存档你再删 那没一一嘛 OK 所以记得先删除之后 再存档 那应该没问题 所以刚刚只有补两 这个CP值还蛮高的 这个跟这个 最后看一下结果 执行 没错 那表示应该成功了 打开 应该会直接到三重 对没错 三重中立 这样子就好像蛮完美的 OK 那你说老师那 其实应该理论上是一个什么 一个总表 然后再来就 也可以啦 理论第一个先放全部 然后再个别放 也可以啦 不过这样有点复杂 所以最后 结果如果希望分开放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先这个 creation 然后再delese掉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 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刚刚如果没有加这两行 它是直接放在 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 那现在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好像就真的整个分 其实再加一行 这一行真的还蛮OK的 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就可以 分别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OK 那只是因为呢 它一定会有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你就在最后呢 再把第一个工作表给删掉 那在最后记得save 这样子就完成了 所以理论上主要是 利用那个工作表物件 它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creation 一个是delete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delete 那其实这边的话 我记得好像这个 工作部物件 除了可以用delete在前面 另外还有一个是点鱼幕 好像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那个鱼幕掉 这个的话可能要查一下那个方法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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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